香港近來有人說發生什麼補交樓的情況 原來都有兩個地盤 以前在競逐期和現在真的要付錢的時候 那個股價又不一樣 這個會不會變成一個常態呢? 都不出奇的 這些其實沒有必要說 就是拿一個價值判斷哪個對哪個不對 說真的你炒樓那個 如果你當時心紅有個看法 跟著跟發展商有這樣的交易 或者半推半袖 你夾他好誰都好 如果你做完之後真的反過來 你不對的就殺丁撻的 你承擔那個法律風險這個要遇上了 說真的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追我我追你其實都反映了一件事 發展商都不太緊張跟客戶的關係 當然如果不緊張跟客戶的關係 大家對樓市可能都已經有一個相對淡的看法 如果大家看好跟著還有生意做的 不會下下對保公堂的 你如果一動就已經玩到這樣的話 生意做完這次就算了沒有下次了 簡單說如果心態上是沒有下次的 沒有下次的生意沒有下次跌的 其實就真的可能對前景的看法 就相對淡一點在反映著 那這個會不會變成 好像現在那個所謂的負資產 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增加了嗎? 負不負資產就看你有沒有做按揭的 如果你的按揭做成數比例高的 那當然樓價一動就會負資產 那我不知道現在那個比例去到多少 但是在這個樓價的高位 下了兩三成下來這樣說 照計就應該都有一批人在負資產 但是因為之前的數據反映著 就是供掉了的其實都相對多的 那你近年如果有買那些就 要是樓換樓 樓換樓就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你舊樓那裡都吐了一塊錢 就是差一點而已 可能你就算做按揭做完那一段 也不是說差很遠而已 就是就算是負資產 當然你如果樓價跌穿了那條按揭的數 那就跌穿一元都是負資產 但是實際上那個數額我想不會很厲害的 那另一批就是那些趕著上車的新人 那些年輕人 但是那些可能又是老爸老公的 就是如果他個人來說 那個年輕人是負資產 那他老爸大把 那這些就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我想那個壓力就 就不止於很大 就是近年我想經歷過沙士之後 那些人買樓也好 其實就有錢了 就是在沙士之後樓價升過一段日子的 升了十多年的 那你升了十多年的 過程就相當有了 就是有一幫人有了錢 除非那幫人就炒得很準 真的譬如說 好像有一堆鋪 一堆樓 就是那一堆還做 全部是按上按這樣做出來 有些人的 但是我想比例上不會很多 其實近這麼多年 你有這麼多辣椒之下 其實炒客不是很著數的 老實說 那些稅是多的 那麽變了好像那些發展商 那樣說 用家是相對多些的 如果用家來講 都是一層一層一兩層子而已 那如果你不是太多樓在身上的話 照計那個影響不是那麼大的 上個月我採訪你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說樓價肯定會跌兩三成 現在是不是已經實現了呢 因為近來都看到那些豪宅 都減到差不多五成才賣出 減到一半了 你看一下哪些 就是如果新盤有很多時候 它是夾高的價錢去扔下來的 就是等於你只有市場買東西一樣 他說大特價大減價 實際上你找數的時候 你都不是發覺很便宜的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些開價策略而已 就是實際上未必是那個幅度 但是如果整體計 這個樓價跌三分之一 這個我認為是基本的 就是你看過這麼多次樓市周期 由頭到尾 由頭到尾算 我不是說一年了 由頭到尾算跌三分之一 這個是至少的 但是你就算當你跌至少那個殘度 其實不同質素的樓不同地區 其實那個差異都可以很大 如果你找些山卡拉的農藏盤 就是真的有些地點是頑皮的 配套差的 那你其實跌一半是不奇的 但是當然同時間你都會找到 有些是相對核心區的 它是沒什麼跌的 可能跌一成 或者一成來都不頂 可能被你找到的 也有機會 所以你一點點 也有些盤是因為銀煮了 因為那個人可能資金斷了 他自己是拿了東西 那他急著砍那個盤出來 那些往往就會上報紙 那你上了報紙 就以為這個有代表性又不是 你看回那個樓價數據就最好 就是樓價數據 你看政府那個 政府那個其實就反映 那你現在的樓價都跌了兩三年 那你兩三年兩三成 就是一路我那個說法 一年這一成左右 那如果你接下來還要跌的話 就是這樣上下速度 一年可能是10%上下 快點是十多萬 可能幾個 都是這樣的速度慢慢下 那如果你下得去三幾年的話 那就差不多倒數了 可能要下三四成 但是現在多個因素就是說 因為大陸和香港都沒有關口 那些人隨便出入 那你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香港的樓價很難說 跟大陸那邊有個很大差距 那你變成進一步 就是好像那個AH一價要收窄那樣 那你就有個壓力再跌多些了 嗯 那你看到 你看到 你見說你差不多跌三分一 那現在長實近平 那三成出售 是不是跟你預計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我不說個別上市公司 就是但是 如果你有一些 就是出了名 開價很厲害的那些地產商 那它真的有時候都是一種招來 特意可能有少量的盤 不是說很全線那樣 就是不見得它全線所有盤都這樣 那你可能 偶爾擠牙膏推一些 然後就做一個Promotion 因為它這樣做一定會上報紙頭條的 其實你想也想到是賣廣告的策略 等於之前有些銀行那樣 突然間做了一些定期開到很高額這樣 跟著有人問我 我都說是賣廣告而已 很明顯的 它的動機就是想上報紙頭條A1那一策而已 是不是 那你給它做到 其實就是這樣做生意的策略 那意思是說它跟著這些樓 它自己開那個記招的時候 我又說它是貨與輪主 它不會保持貨 很快脫手 是不是這個企業的一貫的作方呢 說是這麼說 但是發展商很多 普遍來說都拿著很多貨的 有些貨尾還在賣了十年 那你想想 如果一個發展商貨與輪轉 有些可以好十年 那是不是叫貨與輪轉 是啊 之前也有一個分析 分析香港有多大的地產商 哪一個貨貨最多 你怎麼看呢 那你每一間都有些出入的 它的定位或策略有些不同的 這個不需要刻意深究它 但是普遍來說 它們是不容易賣得出那些樓 這個是真的 就是 因為回來的麵粉價不是太便宜的 你之前那時候就說 麵粉多貴沒關係 麵包再貴一些 它在升的時候是這樣說 但是現在你掉下來的時候 它有那個資金壓力 它都要急賣 就是它不賣的話 它就花不了錢 花不了錢 那它的營運有問題 但是它強行賣 那你會製造一個劈價潮出來 然後整個市場的看法會淡了 其實沒有好處 所以它大規模推出來又不是 它不賣又不是 那唯有不斷地 間不中推一下 間不中推一下 所以你看到它們的策略 就是不斷地去 經常賣廣告 然後出來開記招 一天推一層半層 推幾層出來 經常都是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一直這樣賣 始終回到錢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所以你看到如果有的負債 它一樣會有 那你說積住的樓還沒賣 一樣是積住的還沒賣 那其實對它的債務或者它的庫存 是沒有什麼改善的作用 就算現在它減價賣樓 它有沒有虧本呢?你覺得呢? 我猜有些會開始虧的 就是如果你都 牛價跌了兩、三成 你本身發展商的日價 是不是動輯可以去到這麼厲害呢? 尤其是你近年頭回來的那些地 那你其實成本都不是貴 其實它們沒有說謊 可能真的開始虧都不行